这期消息我们来看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赢得了党内初选 成为总统候选人 民进党中央当在5月4号正式公告提名蔡英文 她的幕僚在今天透露表示 在她正式成为候选人之后 蔡英文将展开请义之旅 未来的几个月将会出访美国日本两国 主要也是因应侨胞的邀请 顺便为总统大选铺路 2012年关键的一战 我们是不是大家一起来吧 从抢拼新北上时代到党内初选 蔡英文败票趴趴走 现在接下为民进党出征总统大选的使命 更传出计划出访美国日本 访问美国跟日本 有助于提高我们在政策上的可见度 对于未来也会有所帮助 目前是有这样的构想 还没有进入具体安排的细节 流逝英国的蔡英文向来从政表现 以国际官著称 选在党内提名参选总统的时机出访 党内立委乐观其成 对于美日跟台湾这个外交关系最紧密 在这个外交联盟上最亲密的这个伙伴 或许对于小英必须要更多的认识 那对于他的这个外交国防 还有包括这个两岸之间有什么样的疑虑 其实事实上都可以多些了解 所以这个访美日 这个是一个未来的领导者必须要的功课 蔡刚从党内初选拖引而出 名将主席蔡英文布局总统大选 听本土认同也着手国际政策 蔡英文周深王彦军 蔡英文周深王彦军